63岁大爷起夜喝水猝死,一生惋惜,宁愿渴着,别在晚上喝这几种水。 老张今年63岁,退休后的他生活规律,身体状况一直不错,每天晚上他都有起夜喝水的习惯,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防止夜间口渴,还能帮助排毒。 然而,有一天晚上,他的妻子突然发现老张倒在地上,呼吸急促,心跳微弱,尽管急救人员迅速赶到,但老张最终还是没有挽回他的生命。 老张的妻子难以理解,只是喝了点水,怎么会猝死呢? 医生解释道,夜间饮水过量,尤其是某些种类的水,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心血管系统造成巨大负担。 甚至导致猝死。 这一悲剧不仅引发了老张家人的反思,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夜间饮水的健康风险。 一、夜间饮水的健康风险。 夜间饮水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健康的习惯,尤其是在老年人中更为普遍。 然而,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出夜间饮水与心血管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,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种习惯是否真的对所有人都有益。 特别是那些心血管系统已经比较脆弱的老年人。 科研证据,夜间饮水与心血管事件的关联。 在2021年,英国的Smith J.P.团队在Sleep Medicine Reviews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Impact of Nocturnal, Hydration on Sleep Quality and Cardiovascular, Events夜间补水对睡眠质量和心血管事件的影响的研究。 该研究对5000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跟踪调查, 探讨夜间饮水对睡眠质量和心血管健康的影响。 研究发现,夜间饮水过量会显著减少深度睡眠时间, 导致夜间血压升高和心率波动。 这种血压和心率的不稳定增加了心血管事件的风险。 研究数据显示,夜间饮水过量的参与者中有15%的人在研究期间经历了心血管事件。 而这一比例在夜间适量饮水和不饮水的群体中显著较低。 实验部分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。 研究团队邀请了50名健康的老年人进行实验。 发现夜间饮水组在起夜后的15分钟内, 心率和血压出现了显著波动。 部分参与者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心率失常。 夜间饮水会增加心血管系统的负担, 尤其是在老年人中。 这种负担可能会触发猝死等急性事件。 二、夜间饮水如何影响心血管健康? 夜间饮水为何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如此大的影响? 首先, 人体在夜间通常处于一种休息状态。 心脏的负荷较轻, 血压和心率也相对较低。 当老年人在夜间饮水, 尤其是大量饮水时, 身体需要消化这些水分, 这会增加血液的循环量, 导致血压上升。 此外, 夜间企业会中断睡眠, 特别是深度睡眠阶段。 深度睡眠对于心血管系统的修复至关重要, 缺乏深度睡眠会导致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激活, 进一步加重心脏的负担。 夜间频繁起夜的老年人, 其深度睡眠时间平均减少了30%以上, 导致白天疲劳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。 三, 哪些水不宜在夜间饮用? 夜间饮水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不仅与饮水量有关, 还与饮用的水的种类密切相关。 一些种类的水由于含有刺激性成分或高糖分, 可能进一步加重心血管系统的负担。 例如, 某些含有兴奋剂的饮料可能导致夜间心率增加, 而高糖饮料则会引发血糖波动, 增加夜间心血管事件的风险。 值得注意的是, 夜间饮用某些利尿剂类的饮品, 虽然可以减少身体水分滞留, 但可能会增加夜间企业次数, 进一步扰乱睡眠。 此外, 高盐分的饮料或食品会导致体内水分滞留, 增加血压, 这也是夜间饮水需要特别谨慎的原因之一。 四, 老年人夜间饮水的健康建议。 对于老年人群体, 特别是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, 在夜间应尽量减少饮水量, 建议在白天适量补水, 保持身体水分充足, 但在晚上尤其是临睡前一比二小时内尽量少喝水。 此外, 尽量避免饮用含有刺激性成分, 高糖或高盐分的饮品, 以减少夜间心血管负担。 在Smith团队的研究中, 那些控制夜间饮水的参与者在心血管健康方面表现得更为稳定, 心率和血压波动较小, 夜间睡眠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改善。 这表明, 科学合理的饮水习惯对于维护老年人的心血管健康至关重要。 回到老张的故事, 医生的惋惜并非毫无根据, 尽管喝水看似是一个在平常不过的行为, 但对于老年人而言, 夜间过量饮水可能会对身体产生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。 老张的悲剧告诉我们, 在日常生活中, 科学合理的饮水习惯同样是保持健康的关键, 像老张这样的老年人, 应当注意夜间的饮水量, 最好在睡前尽量少喝水, 如果感到口渴, 可以尝试在睡前一小时小口喝水, 以减少夜间企业的频率。 同时, 选择适合的饮品也很重要, 避免饮用含糖量高或刺激性强的饮料。 老年人夜间口渴, 最安全的选择是喝白开水。 白开水不含任何添加剂, 能够补充身体所需水分, 而且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。 医生还建议老年人可以在房间里放一个加湿器, 增加空气湿度也能缓解夜间口渴的症状。 老年人夜间喝水, 看似小事却关系着身体健康, 希望大家都能科学饮水, 健康养生安享晚年。 夜间饮水看似简单, 但对于老年人, 尤其是心血管系统较为脆弱的群体, 却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。 通过科学合理的饮水习惯, 老年人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心血管健康, 避免不必要的风险。 希望通过老张的故事, 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。 重心审视自己的夜间饮水习惯, 为自己的健康负责。 老年人健康的标准包含三个方面, 饮食、体能、作息。 只有这三个方面都达到平均水准, 那老人体质才真正称得上健康。 虽然人在年龄慢慢变大的过程中, 身体机能会随之下降, 但健康的变老跟迈入腐朽还是有很大区别。 前者是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, 尽可能维持一种高质量的生活状态, 后者是完全向现实屈服, 向时间屈服, 身体被疾病拖垮。 精神被各种压力折磨, 最终整个人从心理到生理都彻底老化。 了解到这其中的区别, 那每个老人都应该尽力去抗争。 争取让自己健康的变老, 如何做到这点呢? 人们常说一句话, 吃好喝好, 身体才好, 这就说明吃喝对健康非常重要。 站在科学的角度也是如此, 毕竟身体各个器官要想正常发挥功能, 我们就要不断摄取大量营养, 吃饭就成了重中之重。 老年人因为体质原因, 食欲往往会出现很大问题, 这个时候就要控制好饮食, 既不能吃多, 也不能吃少, 遵循少吃多餐原则, 多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, 这对提高健康水平有显著效果, 人一旦年纪大了, 体力就跟不上, 不过生命在于运动, 只要你肯锻炼, 无论处在哪个年龄阶段, 体质都可以保持得很好, 所以不要安于现状, 更不能为懒惰找借口, 平时多出去走走, 多跑跑步, 老人也能找回年轻时的状态, 只有休息好, 人的精神状态才会好, 整个人才会有精力处理日常事物, 所以对老人而言, 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习惯也很重要, 不要起得太早, 也不能睡得太晚, 一定要午休, 这样整个人体质才会越来越好。